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在23号的时候在嘉义曾经有民众提议说要在高山上广设升旗台 却引发了政治口水论战 韩国瑜当时到底怎么说的 我们带你一块来听 同心 奥羊 升旗台这个是一定要的 谢谢 我觉得不是光美 台湾这个三千公斤大刀山大了好几百座 我们一定要来做 每个山 两山来做那是不容易 但是宣扬爱国精神 宣扬爱国文化 我们一定要加强 这一点我们想法是一样的 好 您看到了 当有民众提议的时候 韩国瑜在第一时间就回应说 我们尽量来做 但是不可能每一个山 只是说这个宣扬爱国文化呢 还是要来加强 怎么到后来就变成了韩国瑜主动 要在所有的高山上升来建升旗台呢 那么蔡总统用剪刀枪 他说国旗是用来代表国家 不是拿来作秀的 而且把升旗台盖在高山上不切实际 还会破坏山林的环境和形貌呢 这个文三博怎么看 总统啊 倒露开去到山顶了啦 母娘会等过来 韩国的七、六月设备在华联署 有一军 大刀那个好买啦 我也不知道说原来全世界上 全台湾上的公路就是 好买到华联署上的 我怎么不知道呢 台南 说台南 台南该上的 结果就有一军人对好买 驾 那个对母娘 从众范过去 驾到华联署 人们也是踩国旗在那 是怎么破坏山林 韩国人也没有说 跟你说要设得像山那样呢 我们倒露哪里能够 设一个升纸台 给大家方便 有什么要紧 人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安装 人们也说很困难 尽用作 两三百的没在家中东充作 人们也是想说尽用作而已 不可以这样欧白要求 欧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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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要跟你说 今年以外思惊 一两回補算的时候 结果 人家一起加两三 大一斤三十块 说你们在贱卖古龙 贱卖花岛的文端 结果 你们的村子种 一斤那一斤 收十块 主持人 你想想看今年 赫冈 赫冈的文端 收到万庚万古 赌道的追寻人 对 其实你看历史哥 韩国瑜说要帮助茶农来推广外销 到所有筷子文化的地区 结果又被讲说 那是不是用刀叉的地区 就不推广了 真的 他们这种黑法非常的糟糕 其实刚才 这个升旗台的事情 你看 他就是把前后的文去掉 然后接在一起 就变成韩国瑜要在 三千公尺的山上 然后广设国旗这样子 那这个讲法 他们就可以再制图 然后彻翼大量去蔓延 那像最近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这个谢政武这个律师 谢祖武律师嘛 你看我自己都口误 谢政武 谢政武 谢政武律师 谢祖武是艺人 对对对 谢政武律师 就很像嘛 那这有人就拿来这个来做文章 为什么 因为谢祖武律师最近在他的节目上 抨击这个 韩国瑜 对 抨击韩国瑜 抨击这个张院长嘛 那所以呢 结果接下来呢 马上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谢政武的这个 谢祖武的这个粉专 就是艺人的粉专 就被出草了 就是被一大堆的韩本要灌爆了 那今天就 这个灌爆的事情呢 马上我们自己的团队 我们自己的粉专的团队呢 就去查说 这些灌爆的人到底是谁啊 就发现啊 这个带风向的人 竟然啊 他是这个达马汉将暗战啊 他是这个陈不韦暗战啊 然后说他是韩本 你就有可能吗 那你看我们这里就有图卡 等一下我们掉出来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有没有这个事件 这个是新巴人的事件 那我们这个图卡 就是我们去找到 你看他下面 就挂了一个 有没有达马汉将 虽然叫达马汉将 但是呢 放的是韩国瑜的头啦 这个真的很好笑 那我觉得这非常的遏止啊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是被带风向 我今天在坐捷运过来的路上 所以你说去谢祖武的脸书 去留言骂他的那些人 是 其实不见得是所谓的韩粉 但是现在都被称为是韩粉 对 其实事实上 他们有可能就是一群带风向的 其他的粉 可是他真的影响风向 为什么 我们做这个捷运 我最近坐捷运过来的时候 旁边就两个年轻人 他说 你看那个韩粉好白痴哦 竟然跑去出 这个人家是谢正武骂 他就跑去找谢祖武的粉专 灌爆人家 然后我马上刚好在用手机 我就刚好小编图已经出来 我就马上给他看 就说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图 这个人是陈伯伟的粉丝 这个人是达马汉将的粉丝 你觉得他是韩粉吗 然后看了一下之后 然后就突然脸上清一阵白一阵 然后跟他的同伴就不讲话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点个头 然后我就收回来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生活日常 刚才去哪里吃饭啊什么 所以你看是有效的 就是因为有效 所以才做这种事情 那当然今天就有一个我的群友 我们是不同立场 他告诉我说 那个韩粉真的就有去给他出草 我说 好 真的也许有人真的被带风向去出征 是没有错 但是最过分的是谁 你反串带风向 这才是真正过分的行为吧 这简直是恶直到不行 这个社会需要这样子恶搞吗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本来要请蔡医师来帮我们好好讲 韩国瑜的长照 但是显然你对这个话题也很有意见 我很简单讲 国旗 现在突然间大家都非常爱国旗 自从韩国瑜出来参选之后 那今天有高山升旗的这件事情 我到这边不妨建议所有支持中华民国的人 我们在每个人的家里面 从现在开始 我们把国旗挂出来 让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看得到我们的国旗 我们在自己家里门口挂嘛 我们在我们周遭的可以安全的地方 我们来挂起来 让挂国旗变成一个新的全民运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几乎所有的话题 都是被很多人在带风向 导致真正的政策牛肉 其实大家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这个 蔡医师要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韩国瑜看到台湾 现在变成这个高龄化社会的趋势 他也提出了 他对于长照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 但是呢又被人家讲说 韩国瑜说什么 一个便当加一个卤蛋 难道这个便当要五百块吗 蔡医师 我应该这样讲 台湾的医疗 自二十多年前开始 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用最少的GDP的生产值 做出来全世界 第二好的一个长照 那个医疗 那这个好处 我们大家都清楚 但是各位发现 当我们人口逐渐老化了以后 各位看看一个彰化线的数据 彰化线总人口数一百二十七万多 其中有百分之十五点三 目前是六十五岁以上 那这些老年人口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之内 他都已经非常造成了国家 在治疗 在我们整个的照护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长照 是看得到 找得到 用得到 但是发现到最后 我们是看得到 用不到 甚至不够用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今天到底三百亿的长照资金 够不够 还是要一千亿 一千两百亿才够 我请大家回归到一个专业的角度 只要能够照顾我们的长者 任何的东西我们都要去考量 所以一个便当 一个卤蛋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概算 我们一定要找到充足的裁员 才能来照顾我们的长者 这是绝对绝对重要的一件事情 用烟捐恐怕是不太够了 这个东西 眼前大家都清楚 够与不够 有的县市可以拿到够的 有的拿到不够 为什么 因为没有作为 当然就够 有作为 当然就不够 这句话我直接再讲一次 你能够实际上照顾长者 钱一定不够 日本 医疗与长照是四比一 在台湾现在看起来三百亿 对应到我们七千七百亿的 这个医疗 那是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因为我们的程序很乱 组织也乱 甚至我们的钱都乱花 所以变成长照 变成到最后变成什么 不管是短照也好 甚至是乱照 需要的人用不到 不需要的人蛮接拿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是今天的乱象 所以中央政府一定要在未来的长照政策里面 宁定一套可长可久的东西 我最后再讲一下 你看看人家日本 他的经济三千 从整体找到充足的财源 做动机整体的一个规划 最后要结合民间的力量 一起来做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 在这整体的规划当中 千万不要急就张的 去找出一些包裹 让民众感觉到 我花了五十亿 我花了多少钱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长照 长照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 它是长久 所以一定要政府有很好的规划才可以 今天台湾的问题就在于 很多东西用政治来解决 这是非常糟糕的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谈到了长照政策 也谈到了安倍的金融三界 不过今天有一个经济方面的消息 据说台湾的经济好棒棒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很抗拔的政府 还是很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有把我们的经济 做得稳稳的成长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是经济成长 四小龙第一名了 大家说好吗 好 今年几年也会是四小龙第一名 好 今年整年台湾都是四小龙的第一名 奇怪了 怎么我们看到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市盈的 2020经商环境报告 但是台湾倒退了两名 在这个第十五名是四小龙之末 难道市盈搞错了吗 原知 应该是没有搞错了 只是说现在资料数据满天飞 那蔡总统她为了要自己连任 她都会挑好像比较适合她的来讲 但我觉得这种数据大家参考就好 我也可以举非常多的数据 告诉大家其实经济没有这么好 包括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出口也衰退了 那现在离无薪加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你说现在经济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以人民的感受最重要 你如果说没有人民如果过得好的话 那蔡总统怎么会大家对有那么多的民怨 所以韩国瑜讲说什么叫做寒流 寒流就叫民心跟民怨 去年就是大家认为民党做得不好 所以才会有寒流的兴起 那如果说按照大家都认为你做得很好 怎么会有寒流呢 那你就等着连任就好了 你也不需要用那么多数据来美化自己 那蔡总统最近都被网友酸到罪爆了 就是他说现在平均35岁以下的 青年人的平均薪资有54万 结果大家说 我以35岁以下 为什么我没有那么高 说很多人都跑出来道歉啊 对不起是我拖累了这个平均的薪资 因为我没有拿那么多 我给他总统负败堆了 对 然后结果大家发现呢 原来是谁在拉高薪资呢 是林非凡在拉高薪资 因为他一个一个算 他用口一哥而已 口一哥也是啦 都靠民众 有那个拐败银行败的 吴英宁啦 吴英宁啦 就都靠小英男孩小英女孩 在拉高薪资啊 但是一般的没有背景的 小老百姓的年轻人 拿到薪水都很低 所以你越拿这种资讯去骗人家 人家感受会越反弹啦 没有错 像现在蔡总统 又讲 因为韩国瑜非常重视 农特产品的外销 他现在开始重视农特产品的外销 前一段时间在脸书上po一个说 现在美国已经可以让我们进口巴勒了 然后最后还要hashtag 说注意哦 这不是MOU 拜托你 你连MOU都没有了 你现在只是 只是让它开放而已 你并没有实质的外销 不过今天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台湾光复节 但是啊 台湾光复 但是八年抗战不见了 怎么光复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